国外一名男子在野外发现一个很大的蚂蚁洞穴 他将滚烫的铁水倒进这个洞穴 挖开后人们惊呆了 这蚂蚁的洞穴构造是如此神奇 可以说是巧夺天宫 要不是蚂蚁的危害也不小 男子都要舍不得伤害他们了 首先男子在洞穴上插了一根铁管 方便等会儿倒入铁水 然后将滚烫的铁水倒进这个铁管中 铁水顺着蚂蚁洞顺流而下 男子倒入了整整一桶铁水 然后和同伴开始顺着铁管 和已经凝固的铁水固体往下挖 由于铁水倒进蚂蚁洞之后 是顺着洞里的通道流动 所以凝固铁水的形状 也就是蚂蚁洞穴里的道路构造 蚂蚁洞看表面不高 但却在地下延伸很长 之后男子用水清洗 最后那桶铁水就变成了这个形状 也就是蚂蚁洞穴的构造通道走向 而那些可怜的蚂蚁也无一性命 了解更多热点资讯 小二维码